吃的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的三大生肖,你是其中之一嘛,吃的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,人生下来就是吃苦的,我们每个人所受的苦都不一样,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受一些苦,有很多都说现在能吃苦,以后能享福,确实是,不能吃苦哪里能享福,我们就一起看看哪些生肖他们越吃苦越享福。 生肖麻书马的人都是非常能吃苦的,虽然不是最能吃苦的,但是他们也是很能忍受苦的,他们从不贪小便宜,也不会强求不是自己的东西,他们很喜欢帮助别人,会积攒很多福报,他们前半生吃苦越多,后半生越能得到很多福报,他们觉得吃苦是人生的必经之路,也许在三十岁之前,书马的人走得非常艰辛, 但一旦过了三十岁以后,他们的月始就马上来了,他们会过得越来越开心,越顺利,他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,一直吃苦,他们会在后半生一直享福,生肖基属基的人也是非常能吃苦的,他们平常也不喜欢浪费,他们喜欢靠自己的双手去得到自己想要的,他们会很珍惜自己努力得到的, 他们的人生态度也是非常可观,他们不会消极,他们的人缘也是非常好,在事业和生活上得到很大的帮助,他们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,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,但是他们积攒下来的苦以后会双倍,得把福报还给他们,他们未来会有想不尽的福,他们会有很多钱, 在事业上也是非常红火,在生活上也是非常顺利,他们会从此踏上一条富人之路,生肖牛属牛的人他们本身就是非常老实诚恳,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吃苦耐劳,他们是最闷吃苦的生肖,他们还喜欢帮助别人,为自己积攒了很多福,他们前半生吃了很多苦,面临了很多困难,他们不会轻易放弃, 他们付出了很多,但是得到的回报不多,其实他们生的也很苦,不过他们前半生积攒的这些苦都不算什么,往后他们会非常幸福,他们的运势会大逆转,他们会变得非常有钱,事业上他们会得到很多人帮助,生活上他们也会非常欣慰,家里会有安然的照顾,和父母的关系也会非常好,如果喜欢粉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